嗨 大家好 我是科學人雜誌的葉綠 我是科學人雜誌的立仙琦 今天是我們難得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家聊雜誌內容 我要談的是八月號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個未來醫學專題 那2019年的主題是女性生殖健康葉綠琦 說到這個主題你會想到什麼 如果要研究月薪的話 你覺得困難在哪裡 當然就是你要直接看到這些血啊 它不像一般的實驗那樣子 不只你這樣想 連科學家都是這樣想 研究月薪的科學家 他在學術研討會上分享他的實驗的時候 他一下也傳來竊竊之意 科學家當初是怎麼拿到這麼多人的品牌 他是在超市旁邊設了一個餐位 寫成真受試者 可是就沒什麼人要去 如果是你的話你要去吧 我可能會嫌麻煩我也不一定會去 現在我們雖然講起來這麼的輕鬆 可是實際上 你要把你的血提供給陌生人 你就會覺得怪怪的 對啊 也是因為長久以來 大家對月經有一點地位的關係 所以月經相關的研究 其實真的很不足夠 所以月很少 這個科學家也講到 就是你怎麼想都覺得月經很不合理啊 以前還生活在大治療地的時候 一個月那麼多天的時間 帶著血到處跑 那樣很容易吸引月經的注意吧 所以科學家對此也提出了一些猜想 到底月經是什麼演化來的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打頭真的第一篇 月經不是印記 欸 立憲 話說我看到這天動卵時代來 我就想到 我其實今天有看到新聞裡面說 你是演的動卵 動卵現在要成功啦 一直到最後你真正能夠生出小孩 這個成功率好像還不是很高 那所以動卵它的困難處在哪裡 因為卵子跟一般的細胞比起來 它比較大顆 而且它裡面水分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在動的過程中 它就很容易形成冰晶去傷害到冰晶細胞 就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動豆腐 就是 一般豆腐拿去動 然後出來之後它就結成一格一格而已 可能有點像 現在科學家已經可以用液態在極速冷凍籃子 冰晶連形成的時間都沒有 喔 所以是快到讓它來不及形成冰晶 沒錯 這一期還有一個地方蠻顛覆的想像 就是男生也有避孕藥 而且它的成功率是跟女生的避孕藥差不多高 現在已經有好幾款男性的避孕藥 已經進入大規模的臨床測試的階段 透過減少精子來達成避孕的效果 蠻好奇如果這類的藥在台灣賞吃的話 影片前面的男生們你們會願意吃嗎 那像這一些生活化的問題 我們蒐集了很多在這一次的女性生殖健康Q&A 那希望男生和女生都可以一起來關心 那這一次除了女性生殖健康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跳後的主題 是歷史物理的主題 那據我的觀察呢 我們讀者其實蠻喜歡這類的文章 甚至有時候越難他們就越興奮 好 那希望這一天壯進原子退生術 可以滿足大家的就是胃口 我們就先從基本制度開始講 我們就說要出動我們的生命小黑板 欸 不對是白板 那我們所知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原子組成的 所以有原子 那原子中間又有一個原子盒 旁邊有電子圍繞 那原子盒中間又有紫子跟中子 現在根據標準模型我們又知道 紫子跟中子呢 都是有一種叫夸克的歷史組成的 除了夸克之外 還有一種叫膠子的東西 它算是圍繞在夸克周圍 然後它的作用 就是把它黏起來 可是問題是科學家還不知道 膠子是如何把夸克黏起來的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夸克的質量只佔 直者和中子的百分之二 這樣子 到底 科學家為了解決這一個問題 他們現在想要建造一次之後 新的對狀器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用現在具有的對狀器來做 像說LHC啊 因為LHC是用米嘴和尺子 這些是混合粒子 就是它們都有內部結構 做出來的結果就會很複雜 但現在科學家想要新建的這一台叫做EIC的對狀器呢 它是用電子去裝尺子或中子 那因為電子它本身就沒有內部結構 所以它就可以用來當作一個探側尺子 或中子內部結構的工具 電子有點像放大兵的功能 可以 裝進去之後可以看到原子的最裡面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 那看來這一篇的確是有難度 希望這一次可以滿足大家的頭位 希望大家會喜歡 8月號就是一期男女生都必看的 影片的最後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樣的行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